通常他会在病人住院就诊的医疗机构 有新冠肺炎病人就诊治疗的环境是危险的 再一个就是有新冠病人的家庭 他还没有去就诊的时候是危险的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新冠病人还没有去就诊期间 他出现了症状或者排毒 他在一些封闭的环境当中 包括电梯公用的交通工具 对于低流行的地区 低流行的地区的话 应该说环境当中基本上没有病毒 所以不戴口罩的话也是安全的 一般人群如果我们去人员密集的地方 你的背着口罩 到人员聚集的地方和人有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戴口罩 加以保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